二手市放好转 买家积极接货 为2019年入市的业主大部分仍要选手离场 不过为港重中层单位需以近期高价逆手 为原业主最终涉近400万元 输少当赢 长沙环碧海南天极高层 二房单位平手出货 但计及洗费仍涉半球 中原地产高级资深区域营业董事陈嘉雄表示 为港重本月站有三宗城郊 其中该行速城的六座中层椅室 实用面积569方尺 二房间隔 望海景 以1580万元逆手 赤价27768元 原业主于2019年 以1972.8万元一手买入单位 辞货4年 账面蝕392.8万元 或19.9% 陈嘉雄补充 该屋院同座中层椅室 实用面积582方尺 在海景 一周前以1460万元沽出 反映江城郊 面积较小的中层椅室 售价抢高120万元 美联物业高级分区营业经理 留念满清 碧海南天一座极高层厄室 实用面积499方尺 二房间隔 装修期里 原业主上月初以920万元放盘 结果只能以3年多前 扣入价890万元平手售出 赤价17836元 他解释 单位向东南望海景 加上极高层 负准价成交 据了解 原业主于2019年10月以890万元扣入单位 次次转首年洗肺料涉约51万元 此外 香港置业分行营业经理胡国安提到 该航江速城九龙湾淘大花远 气座高层五室成交 实用面积391方尺 二房间隔 望内圆 原业主两个月前以590万元放售 最近获外区客接客 双方二价后 二约555万元成交 属近其市价 每方尺14194元 胡国安指出 买家为首置客 有见楼价开始回升 加上原业主愿 以减致符合自己心意的价格 即看即拍板 资料显示 原业主于2019年8月以565万元 扣入上述单位 次次转售账面亏损10万元 或1.8%